A.G.孟磊 大家好 我是A.G.孟磊 在队伍中担任打野威 这次比赛我觉得跟以往有所区别 因为这次比赛我们准备的时间比较短了 就两个月 我们队伍这次参加A.G.孟磊 最大的阻碍就是时间的原因 就因为时间的原因 所以我们如果要想打得好一点 就是能跟上他们 得拼一拼 拼马劲 因为我们队伍就有一个特别好的 就是氛围特别好 就是特别缓解 虽然说我觉得大家一起努力一起进步 不过我们训练赛跟M.A.D.打过 我觉得M.A.D.是真的很厉害 特别是他们又重新补强了 然后跟他们训练打 就基本没有赢过 特别夸张 因为我们训练赛跟M.A.D.打得比较多 我觉得他打野的话 就很强嘛 就无论是打野英雄也是比较多 然后他也是比较精通 都是精通 然后他也很少就犯失误嘛 很少上头 然后执行力也比较高吧 我觉得M.A.D.打野确实很强 首先我们定个小目标 希望能打个BL5 虽然我们只有仅仅两个月多的时间备战ARC 但是我会让其他队伍看到我们的实力 今天的主要队估设 réf伤 我们他们在主将和队ivity連接受的队估设计 我训练到最高的队估设的 大队估设的 挺好的 这个主要队估设的 是不是很不忍耳的 我一直可以逗福到比较 但是我会没有机会 很好 而且我以后 我能逗给一个队估设的 就想看得到一年了 如果被迫我和老闆, 我们都是很有趣的朋友 所以我都想和 比较会打拢派 我只想会碰談 在这群周上 碧相遇 而且 德国阶旗船 也很忙碌 所以 德国阶 将不断拖 也就是5年前面的相似 我跟他相似的 KSSA朋友和 Toni朋友 我再次看到了 我以前是很好的朋友 但我仍然是最好的 我仍然是最好的 我仍然的目標是贏 我仍然是居然的 我仍然是居然的 但我仍然是居然的 我仍然是居然的 我仍然是居然的 真的好,我不需要 Ext E-Sports制装 bok到中央 其中央是所有的中央 我每天在全球中的運動 每天在野球桌上 真的有可能 有可能 很厉害的戦争,自分達のベストを出し切ります ミクロ、マクロ共に今まで戦ったことないくらいのレベルのプレイヤーたちなので 少し不安ですが,世界レベルのミッドレーナーと戦えることを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 1のワワ選手です ヘルス管理、立ち位置、スキル精度など全てにおいて高いレベルなので 一番強い選手だと思います グループステージ突破できるようメンバー全員頑張って練習してきているので 突破したいです グループステージを突破できるように 一戦一戦気を抜かずに自分たちのプレイができるように頑張ります